另外一只股,就是小米 小米相對上,亦是之前說過 如果你買一些比較大的科技股的話 你選擇可能會偏向選擇小米 或者等科技硬件股,信譽等 對方深一點才再負責 小米其實整體上來說 出貨量是做得比較好 第二季的出貨量其實超越了蘋果 排到第二季了 所以令到今天的股價飆了上去 短期來說,我相信出貨量應該也維持著一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如果你真的中長線去看的話 你不只是看出貨量 你要看看如何把出貨量變回到營利 不只是手機的部分 其實長遠去看你到底是怎樣把市場 繼續轉化 到底是你那個小米的生態圈 你能夠把小米手機的出貨量 除了廣告收入 其中一部分 但其實很大的憧憬就是那個密聯網 整體那個生態圈的佈局 因為你現在的小米那些手機 你雖然說它可能越做越高檔 但是它基本的策略 它沒有變的話 其實它的硬件 其實它的margin 其實仍然維持著 相對上是低水平 整體都是和你多銷 之前比較做多一些中低端的手機 因為在近年來說 它都是很明顯做得越來越貴的 手機 其實應該那個margin 其實都會高一點的 但是你要很大 又未必 因為它在說你小米 其實始終是在說那個 性格比最強 就不是在說它 它一直不是很強調 打它的branding 還有你也要留意 你現在 在衝頂著它真的很棒 從第三升到上第二 甚至乎你在衝頂著 從第二 會不會可以挑戰它呢 可能升到上第一 但是這些是有些 短期來說 我覺得它是維持著一個利好的 但是中長線就要小心了 在這些情況之下 你追完上去之後 那又沒有目標 讓你去做一個blanch mark 如果 你又不是看到它 又搶到很強的market share 它已經去到第二 甚至乎遲些被它做到第一 那它再大的空間去哪裡呢 這個變了 咦 它變成第一的時候 又變成你不是很大的upside的時候 那又要小心了 還有 它怎樣轉化到它的出貨量 變得到它賺得到更多的錢呢 這個我相信會有很大的市場 是中長線的關注 但是短期來說 當然就 看出貨量去做 始終你的市 你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 很重大的 力氣氛的支持 還有不是很見到某個sector 很強 你特別是這個星期起 是一個相對上明顯一些的情況出來 所以個別的股份去發展 說它今天其實一夜 就爆了上來 還有那個 估計它接下來的業績 應該都不會太失色 再加上它受到監管機構的監管 相對上我會覺得是比較低 另外其他也有些憧憬 譬如它做一些新能源車業務 甚至乎是打算去攝裂一下 一些晶片相關的業務等等 都是一個有值得憧憬 再加上去 其實一夜八月上來之後 整固完再上 我覺得其實 短期來說 大事也是沒有事沒有說的話 這個類型的股份 其實是有機會 其實向上挑轉回去 比較高的位置 初步你看著30元先 如果你向下 就算了 我覺得它可以給它低一點 不需要穿這個 穿回今天的低 當然是不好 但是我覺得不妨可以 比較低一點 你如果真的不失25元 這些水平 我覺得是可以保持住的 甚至乎如果你不想 放到整數位 你看到近期的低位 25.15元 我覺得這樣的策略 是可以去後率 比較強一點的股 388和1810 我覺得是可以去留意 多 τα 六七七十一 讓大家完成 這幾十二 聊天 一確 哪一 二十一